很大吗?很大吗? 这就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这很大哦 什么东西? 大家好,今天来到南亚热大雨林 为了实现我梦寐以求荒野求生的梦想 所以找了很久 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网友来一起实现 主要南亚热大雨林自然非常的丰富 但是环境非常的恶劣 由于我们几个都没有荒野求生过 所以分享给广大的网友们 看看没有求生经验的人 到底能不能在南亚热大雨林荒野求生 终于在这边找到了一个比较宽阔的地带 准备在这边建一个必我所之类的 因为像这样的地方啊 像原始森林一样 像山里面呢 非常多的稀奇古怪的东西 所以要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在这边建壁我所之类的 也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建壁我所 主要下面呢 有一条小溪 因为建壁我所的地方啊 必须要有水源 现在刚好肚子有点饿了 下小溪里面看看能不能抓一点土货 有没有听到水流的声音 哗啦哗啦的 走走走 这个美女在后面 先开路啊 实在难走啊 上面有一只土货非常大啊 很大吧 很大吗 这是什么东西 哇 这很大哦 什么东西 哦 现在大家都在 你的 是啊 看一下什么东西 哇 你不要那根东西 你看这个放冰 你放到那么里来 你看一下 你看那把我抓 好像是一只螃蟹 哇 前了一下我的手 哇 很大的 为什么叫手 你没抓起来 真的不能吃到不知道 他刚才弄了一下水浑了 知道吗 我手是你把我手夹了一下 跑了吗 应该有这么大鱼 就是还超在这里 那么大的啊 是 翻开它翻开 等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抓到 这么混乱的 对啊 哎呀 要不然我们从这条小溪抓上去 这个几个石头发一下 刚才在这边发现一只 很大的 不知道怎么吐 哎 一只 哇呀 一小鱼哦 我也抓到一只 这么小的 这种石板鱼 这石板鱼那么小的 我们就放生 叫它一只很大的 那个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那种石蛙 石蛙啊 很大的石蛙啊 是 所以看能不能抓到 这只小的我们就放生 把它丢到河下面去 再继续看一下 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真的 既然非常丰富 哎 这里一只什么东西 哎呀 跑了 主要几个虫伴 都是第一次荒野出生 所以也没什么经验 抓了很多小鱼 由于鱼太小了 我们都放生了 因为天色一万 我们就栽点野果 拿来冲击了 大家对荒野求生 有没有更多的经验 可以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 好了 喜欢看户外的 记得点赞 加个关注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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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